那么经纪人呢 其实呢 他也分初级和高级 初级经纪人是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人已经有腕儿了 名气挺大了 说白了我让你来 就是反正我也得雇个人 来给我这个谈谈价 理理财 外边是给我帮忙调理调理 安配一下 这个效劳型经纪人 就是你有腕儿了 不需要你怎么着了 你就来给我干这些活儿了 这是初级经纪人 高级经纪人是什么呢 还没腕儿呢 这个艺人 你怎么把他带出来 这是高级经纪人 你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霍文西 权势组合是霍文西的 经纪人生涯里 最光彩夺目的作品 他将两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里 打造成风靡一时的 亚洲超级偶像新组合 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变为令人惊叹的现实 发明了 他需要什么 两大基本要素 懂艺术会经营 会经营我们都好理解 你经纪人经纪人吧 你再不会谈价 不会琢磨挣钱 你不可能用力 懂艺术特别重要 就是艺人怎么能活 你一定得了解他的艺术特质 你得根据他的特点安排 你不能给他南辕北辙弄出来 你看赵薇的经纪人 以前的经纪人叫陈荣 他嫂子 亲嫂子 那个时候陈荣 为什么是赵薇的经纪人 原来人做生意 谈判或者是审视夺视算账 没问题 是一个好丑女强人 可是他对艺术的了解差点 那这给赵薇演完电视剧了 开始接电影 什么郁观音的绿茶 效果都不好 有很多人管赵薇叫票房毒药 这跟当时陈荣的艺术眼光不够 有直接关系 就这片子我该演不该演 我能不能借助这片子火 给我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 他判断有点片长 到后来一点点摸怕关大学 你看这些年 又是这画皮了又吃力了 赵薇演这几片 一点点起来 这和陈荣的艺术眼光提升 也有直接关系 所以好的经纪人懂艺术会经验 当然除了这两点 你得处理好和艺人的关系 咱们看经常有的时候 和你带着艺人闹得鸡肥狗跳的 这事也不少 2002年 台湾偶像组合F4 搭档主演刘兴花园2 因为收拾不如预期 工作压力增大 爆发了F4成员严成旭 在公开访问中 控诉经纪人柴志平 抽拥过高的风波 我是很不会安抚艺人的 我觉得我对这些小孩子 完全没责 我没有恶意去 可能给人家脸色看我怎么样 尤其最近承受的压力是 比如说我现在听到外面 对我的一些评语 那可能有些人对我的误会 然后他可能就写成文字 最后严腾许离开了公司 F4组合四人基本分开发展